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有效的时间内 又要完成超乎常人的工作 最后队友沦陷 两人的战斗变成孤军奋战 战术抠喉 美国大汉的追捕 看下来相当过瘾 好久没有在影院看那么让人放松的电影了 上一部看的是消失的爱人 看得我累死了 工作的一周还是让脑子放松一下比较好 本部影片在电影内容之外 两个最大的亮点 就是一刀未剪和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此前在中国上映的泰国电影 一般会比原上映日期晚上一年半载 初恋这件小事甚至晚了两年 并且大部分外来电影比如生之行都会有删减 就影片的观感会有一定的影响 生之行删了18分钟 摔跤把爸爸这种相对来说 积极阳光题材的电影也剪了21分钟 对比删减前后 发现影片当中许多人物关系的连续性和剧情的内核 想要表达的都会消失 虽然不影响整体 但总会少了一些味道 但是天才枪手这种舞弊题材的繁体制电影 居然一刀未剪 用晚五个月的时间换来了组本上映 这个买卖绝对不亏 正因为一刀未剪加上吸引人的题材 天才枪手必定会成为口口相传的高评分高票房的电影 这部电影内容以外的第二个亮点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天才枪手是讲述学霸小林给别人当枪手 在考场作弊的犯罪故事 在犯罪类型片中以考试作弊为主题的电影少之又少 而且该片是由2014年发生在亚洲的SAT考试作弊案改变而来的 天才学霸小林和记忆抄群的班克在澳洲悉尼参加STIC考试 点人分工背下答案 然后通过手机发给有四个小时时差的国内富二代同学们 把答案加密印在铅笔上带入考场完成作弊 整个过程中导演用了好莱坞经典越狱片的拍摄方式 从狱内狱外双线并行 给观众一种犯罪的快感 有许多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像解救吴先生 真实事件让这些片子有了很多与现实的勾连 增加我们的认同感 看电影时我会想起高中时候班上学霸的形象 但学霸往往不会和学渣打成一片 当学霸自愿成为作弊利器 获得自己的既得利益 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人物的个性一下就建立起来了 电影有了现实感 又弥补了我们对现实的幻想 而电影内容上的看点 就是考试作弊本身和观众产生的共鸣 考试是所有人共同的群体回忆 而作弊又是部分人的痛点 我们会在这个事件上产生一种集体无意识 通常电影中加入考试情节 往往是为了和观众发生共鸣 比如三傻大闹宝莱坞里面也有类似的情节 天才枪手则把这一个共鸣点作为主线 让主角在考试作弊中挣扎 考试作为一种体制 而当这个决定命运的体制 被少数人握在手里 就有了一种操纵命运的感觉 简而言之 电影中的方法就是用钱换取命运的掌控权 这个打破体制的任务 交到了两个天才的手里 小林和班克 两人是体制中的佼佼者 导演给这两位天才设置了相同贫困的背景 一步步把他们逼上绝境 使其不得不成为共犯 我们可以看到 导演在努力让电影剧情合理化 虽然在横跨两个大桌的大稿上作弊 有点不可思议 可确实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但导演给了这种不可思议许多支撑点 包括使作弊可行的方法论 以及人物性格形成的推销 国内许多作品不是没有好的故事 而少了一种逻辑关系的推演 天才枪手中的推演虽然没有很深刻 但是导演老老实实地去做完了 做不到高级也做到了优秀 妇女关系 母子关系 家庭的破败 都动用笔墨去聊 不然电影也不会拍到130分钟 但我觉得导演放弃了 对格雷斯小巴一方的探讨 仅仅把他们当作用钱换分的一方 没有沾到他们的视角 去看待作弊这件事情 有脸谱化标签化附加子弟的感觉 也让这个作弊的互动性丧失了一半的魅力 他们需要凭借作弊得到高分的动音比较弱 但还是可以谅解的 即便是拍成了谍战片 但题材依旧是老生常谈的青春题材 青春题材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成长 成长永远是青春电影 赚眼泪 赚鸡皮疙瘩和好评的力气 我看到一半时就在想这部电影要怎么结尾 这种叛逆主题的结尾一定很难看 往往是高大上的升华 一个主角长大了 然后承认过去的错误 这样的结尾必定走向俗或者说普通 而这部电影的结尾虽然做得不是很高级 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什么是普通什么是高级呢 如果电影的落点在告诉你什么是对和错 告诉你这个世界非黑即白 这样的结尾就普通 而像无间道那样混淆好人和坏人 告诉你这个世界的灰色地带 这就是高级 传统的成长题材结尾往往是从黑变成白 而这部电影出乎意料之处在于 它既安排了成长 又安排了沦陷 班克这个角色我很喜欢 他才是真实的 小林最后走向了白色的房子 牺牲了一些东西 换来了自己未来的正确性 电影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对的 具有教育意义 属于政治正确 而班克最开始是一个政治的人 单纯的人 是个在体制之内 一直拥护体制的人 起初的林却在冲击体制 打破常规 两人是体制上的黑与白 剧情推进的过程中 班克开始遭受世界的磨难诱惑 逐渐从高高的体制上滑落 而小林的父亲则不断地感化他 把他从错误中往回拉 最后班克在考试作弊中得利 得出了他自己的生命经验 价值观地摇摆碰撞迷茫 为了眼前的利益 为了生活 他决定沦陷 一个选择成长 一个选择沦陷 虽然导演也是在讲黑白 但至少他不只聊从黑到白 也聊从白到黑 我觉得很酷 电影既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 也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的 要成长还是沦陷 看完后你自己选择 而电影中最艺术最高级的 是把作弊和弹钢琴结合 通常作弊是不雅羞耻 台面下的东西 而弹钢琴则是艺术 纯净台面上的东西 导演用钢琴去结构作弊 让林在心中谱曲 暗示了结尾他的选择 依旧是回到台面上 重新找回心中的那一份圣洁 做一个好人 整部电影里我最喜欢的 是两人从泰国到悉尼 背后是一片大海 悉尼科剧院在远方闪闪说说 烟花最美的时候 不是爆破火星四射的那一幕 而是当浓缩的火焰 从地面射向天空 在暴雨不暴 寂静无声的那一刹那 我们知道 接下来是灿烂的死亡 生命的高潮 而这无声响的一瞬 安静 超脱 美轮美奂 两人的身份 过去和未来 都在这一刻得到了遗忘 可惜的是两人最后没有牵手 导演用一场眼泪洗掉了遗憾 用班克的沉沦淡化这份遗憾 那张删掉的合照 考试中心的一次无声的对视 让这份情断了 红线千千隐隐 咬不音讯 如果喜欢这部电影 还请去电影院支持 我是黄阿弥 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微信公众号 我会每周给大家分享 有趣的小钟电影和书评 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视频下给我留言 并在那里和我分享 你的电影生命吧